好 我們剛剛介紹到整個前段製程 從isolation loop wear input sortial vaulting input 到整個gate stack 到sort drain input 結束後 一直走到45奈米的時候 做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high key 的介入 為什麼呢 剛剛介紹過 因為當雲介在磁性縮小的時候 雜雞搖滑的厚度會越來越薄 可是太薄的情況下呢 在固定的衣服的電壓下 動電都會太大 它的居然科技就變得很差 那為了持續提高雜雞電溶密度 吸壓者要提高 就開始採用高介電素材料的介電材料 來取代傳統標準的二氧化系 或者是蛋化系 作為雜雞電材料 它的固定就是要防止雜雞動電流 講白了就是 目的兩個 提高雜雞電溶密度 為了增加驅動電流 第二個 避免炸雞肉電流 避免炸雞肉電流太高 避免炸雞肉電流太高 所以 這時候呢 就可以使用HIGH T 但是使用HIGH T 的時候會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HIGH T這個名字 絕對不會單獨出現 它又會伴遂另外一個夥伴 叫做金屬炸雞 金屬炸雞 這是因為發生的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呢 剛好我們在固太電子 水電機的時候 最近才介紹過 就是因為這個事件的誕生 導致 胎天沒有辦法 不必生存 先講過 傳統的Gaasa 以N型MOSPE為例 以N型MOSPE為例 雜集是N plus Polygame N plus Polyseek 然後呢 絕緣者是二氧化系 那前面講過 因為這個 T压板太薄 都沒有太大要改 所以一開始呢 大家只想要走HIGH T就好 前線掉HIGH T 也就是說大家一開始只想要 把絕緣者換掉就好 換成高性能進度拆掉就好 然後這裡呢 還是使用多金吸打機 因為這樣子是變化最少的 只換一個材料就好 為什麼要連雜雞都換 憑什麼 對不對 雜雞用得好好的 時刻好不容易做好了 為什麼要換 後來發生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後來發生到 HIGH T材料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金屬氧化物 大部分都是金屬氧化物 金屬氧化物裡面的氧 非常的活潑 非常好動 所以呢它很容易跟多金屬氧化物 表面產生反應 形成一個界面層 而這個界面層呢 會產生許多的 interface state 會產生許多 interface state 造成 FERMI LEVEL PINING的現象 造成FERMI LEVEL PINING的現象 造成FERMI LEVEL PINING的現象 使得 多金屬氧化物 原本 原本 它的FERMI LEVEL 它距離BECON LEVEL 之間的能量差 我們稱之為 WAR FUNCTION公開數 原本 NPOX POLISTIC 的公開數 大約在4.11米左右 它散的時候是4.11米 的發揮 換到IK的時候呢 它瞬間變到4.5 4.6 大幅度的WAR FUNCTION 我從NPOX變到PPOX POLISTIC很好了 我的挖方選領 出來進來 電信挖方選領 進來也在4.5左右 幾乎不太動 即使我的參檔能夠從N 變到E 我的FERMI LEVEL 從CONDUTION BAN 拉到VALANCE BAN 我的FERMI LEVEL 移動了1.1 1.2的電子伏特 但是整個隨修VOT 幾乎沒有變 就是因為ODYSY跟HIGH隊 介面去產生反應 使得在介面處的等效公開數 變化 所以呢 後來大家發現 糟糕 沒辦法 怎麼辦 炸雞也還不了 換成金屬炸雞 就換成金屬炸雞 而換成金屬炸雞 又有一段往事 又有一段掙扎 是甚麼呢 金屬炸雞 又可以分為純金屬 跟細化物金屬 後來發現細化物金屬 4.3 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很容易 一個加入熱退國 就形成反應 所以後來就決定 使用純金屬 就非清楚細化物 好 所以呢 因為 i-k 國性非常高 非常不穩定 所以 這時候呢 即使使用i-k沒有gain 後來又分了兩個路線 甚麼兩個路線呢 這兩個路線分別稱之為 先雜擊路線 叫做gain first 跟一個叫做後雜擊 gain last 我的gain last 又被稱之為repressivement gain Intel叫repressivement gain 因為他們認為我從來沒有last過 所以我不接受last 我就做repressivement 所以呢 一開始先發生先雜擊接口 也就是我會要講的 先雜擊製程 甚麼叫先雜擊製程 這個先跟後指的是甚麼呢 這個先跟後指的是 相較於soul-strain的形成 我們傳統bossface是先做好 gate asset gate 然後再做soul-drain input 所以 gate是在soul-drain input 行程之前做的 叫做先雜擊製程 所以傳統的polygate soul-drain asset 都屬於先雜擊製程 因為這樣才可以用自我對準 你雜擊做完了 才可以自我對準 所以呢 一開始使用highkey沒有對 也是使用 雜擊優先製程 gain first 也就是 gate asset 先疊highkey 但是呢 我們又發現 單純疊一層highkey呢 stacial voltage還是太大 不論對n 或對p 都太大 必須要有一個 又有另外一層 絕圓層來調遍 水修 voltage 就會多一個覆蓋層 那這個覆蓋層呢 n跟p 選的不一樣 前面這個highkey呢 n跟p呢 目前大部分人都選同一種材料 叫做heavenyasa hfo2 氧化趴 二氧化趴 後來發現呢 同一個二氧化趴 對nmos跟pmos 水修 voltage 都太大 所以 你只好呢 再蓋一個覆蓋層 又來調遍 水修 voltage 那這時候 就nmosfair而言呢 那時候 一般比較多的選的是 氧化藍 lason LA 氧化藍 而pmos呢 選用的是氧化 新的東西 到二十二奈米 到二十奈米之後 就沒有在炸機優先了 但是 在台灣一開始開發的時候 還是使用炸機優先 畢竟 開發出來嘛 可以用嘛 就懶得壞 就繼續用 所以呢 開黑成績完 會有一個覆蓋層 也是捲層 用來調避屁的 成績完之後呢 再疊上 maco gate 這時候用的maco gate 使用的是TIN 用的是單畫板 TIN 但外反 成績上去之後呢 成績上去之後呢 接著繼續成績多金系 成績多金系完 上下成績的 9-trine 然後接著 開黑成績10顆 後面的步驟 就跟傳統的步驟一樣 Gate stack的10顆出來 10顆多金系 10顆金屬 10顆 10顆 開黑成績 所以這一部分呢 倒霉的是誰 10顆 他必須要找出 可以10顆 金屬的 又可以10顆 開黑人 但是又不可以傷到 斯蒂肯表面 因為一傷到斯蒂肯表面 一次凹下去 客氣就毀了 所以開黑沒有OK那時候呢 挑戰就是 選擇什麼步驟 而不同的步驟 就要供應到不同的石科 他對於黃光圍而言呢 他沒有差 他最上的就是多金系 跟傳統的哈馬斯 所以這時候呢 為止啊 還是繼續負責縮小就好 他不需要面臨到換材料的總結 換材料對一生影響最大 第一個就是 找材料的人 成績撲破的人 但是 你除非證明他的撲破補質 否則他就是裝紙給你 我疊完啊 就這樣 你除非告訴我說 你的電容值不夠 因為我換材料 互製是要增加電容值嘛 所以你可以確認幾他的 就是電容值更多電流 那只要電容值都沒有達到 他的任務就完成了 所以那下一個倒楣就是石科了 我找到一個好特別的材料 終於達到了 但是我好難石科 所謂好難石科是什麼呢 選擇名不好 石科最大一切就是選擇名 石科什麼辦法可以石科 但是我怕的不是石科無聊 是怕沒有選擇名 因為這薄過都很薄 HIGH K 我隨便傳統說的 SR2已經薄到只有一奈米了 用到HIGH K 基本上HIGH K也大概也才兩奈米左右 你會覺得好像只差一奈米 已經厚一倍了耶 在量子效應來講 厚一倍那個肉電流量子穿出來電流 可以壓低很多了耶 可是在物理的角度來講 你會覺得 不過就是從 一個奈米 對石科來講還是很可怕 我不小心只要 OpenH一石科過頭 就會碰到下面的SR2 你除非找到選擇名 但很遺憾 很難找到 所以 所以後來呢 改到石科抓HL到後面 就要找VHL的裙帶 那這部分是屬於HL的秘密 如果各位這樣有機會到HL部門 你就要小心 這部分要補好 因為這部分只要一傷到 就傷及到原件本體了 這特性很重要 所以在微小化的過程中呢 壓力最大的永遠都是 圖案化部門 就是 微影加石科 這兩個部門 一個永遠在面臨要怎樣做小 一個永遠在面臨怎樣 石科出最後的形狀 跟也要過度的OverH 好 所以 石科完之後呢 後續的步驟一樣 一樣 一樣把離子布置 打離子布置完之後呢 一樣把它 spacer做好 然後私立才做完 都一樣 所以呢 你會看到仙雜機製程 它的步驟跟 Polysic SR2 是一樣的 不同的就是 從材料 SR2 跟 Polysic的部分 改成 Hight-Table Game 改成Hight-Table Game 但Polysic還是有 Polysic還是有 Polysic還是有 好 所以這時候就第一次出現 前段製程竟然使用到金屬 所以這一部分的污染控制 就很重要 我們選擇金屬不能夠是很容易產生 擴散的金屬 所以在材料的選擇 也不是任意你選 好 不是任意選 還是要找漏電流低 然後呢 電容直高 計電場出高 漏電流低 要求就是漏電低 電容高 然後呢 Wall function要到位 也就是隨修挖子 要到位 當然啦 會有一些外行人 比如說各位 隨修挖子不到位 打離子布子去調就好啦 我先講話 有隨修挖子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的不到位是VT很大 VT很大的情況下 你要把VT調小 對NMOSPHERE也有致力量 打很多的N 你的通道很多的N呢 就會造成什麼呢 你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短通道效應會變得很差 你固好一顆元件 卻固不好其他顆元件 你的短通道效應會變得非常的差 你的次零界板會非常的差 你的off color會大幅度的減升 動一髮 牽一髮動全身 指的就是 原件設計 非常恐怖 所以這個政策略不是你能做的 耽誤起這個責任 刷三就刷完 所以呢 鮮雜機製程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在是什麼呢 鮮雜機製程 我剛剛講過 所謂的鮮是指比誰還要鮮 比受罪的行程還要鮮 那換言之 GASTAG的時候我要做受罪 而做受罪呢 你一定會不會要什麼 高溫製程 原因不能打完要活化 所以鮮雜機製程最大的區別就是 你的雜機堆疊結構 HKMG會經過高溫 一旦經過高溫 就等於是 請他去化學反應啊 那一反應就會產生 大家講的 Fermi level 偏離效應就會出現 所以呢 鮮雜機製程 在原件回溯的時候會發現 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 而他的原因 他的原因就是 因為來自於什麼呢 來自於反應 HKMG之間的化學反應 所以後來就走到了 後雜機製程 HKLESS的製程 也就是怎樣呢 你先把受罪做完 因為等所有的硬碰步驟 退火步驟做完了 就沒有再高溫製程了 後面的製程全部都低於450度以下 就不再會有上 七八百度到一千度的溫度這種 沒有了 這就是後雜機製程 後雜機製程都低於500度以內 甚至450度以下 也就是要再受罪之後做 可是這時候就出現一個問題啦 如果我要先做受罪 再做我的HKMG 那怎麼達到7-9制程 所謂7-9就是要雜機先做好嗎 因為雜機做好 受罪的位置才會知道 可是你先做受罪 再做雜機 那不就失去了自我對準嗎 就會有這個一樣的疑慮 所以呢 給各位一個限 我叫做 repressment gate intel 甚至有repressment gate 代表什麼呢 我雜機還是先做 只是我先做的雜機 不是HKMG 還是用傳統的HolySign SiO的gate 只是等到我所有製程做完之後呢 我再把這兩個材料 實刻掉 重新填入HKMG 這就是後雜機製程的做法 也被稱之為取代式的雜機製程 也就是後雜機 為什麼要這樣就對了 為什麼這樣就對了 後雜機製程是怎麼樣呢 我的雜機一樣都傳統的PolyGate SiO的GR3 就是它跟我們前面傳統的PolySign 一樣的做法 然後呢 imprint一樣做法 離子固執一樣 形成完之後呢 接著IoE 也就是前面的步驟都跟使用海鮮 都可以製成之前一樣的步驟 GateStack做完 SoulGrain什麼都做完之後呢 連CitySign都形成完了 沒有這裡沒有CitySign 這裡畫 他已經畫錯了 這裡沒有CitySign 好 這裡有CitySign 但是Tate不要有CitySign 因為CitySign會不好使用 所以這裡他畫錯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前面要有HARMASK 前面在做GateStack的時候 為什麼HARMASK 就避免這裡形成CitySign 在疊一口的時候 不會被持人機到 好 等MOSFET做完之後 這時候還來是PolyGate SiO2的Galata 我們要開始做ILD0 就要做PolyGate 不是要成立的ILD嗎 ILD成立上去之後 CMP磨屏 但是他磨屏不是磨在上面喔 他磨到哪裡 磨到雜肌肉出來 CMP這就要考驗CMP的功夫了 這種製程呢 導媒也不是說導媒 CMP的工作就很大 他就會磨到什麼呢 磨到PolyGate打開來 PolyGate打開來 受罪已經形成完了 而這時候呢 念完經就不要留上 Gate已經用完了 我現在不要這個材料 我CMP磨完之後Gate露出來 我就直接10顆 把這裡的鍋金器10顆掉 再把下面的SiO2 泡掉VHVH掉 這裡就空了 原本雜肌的地方 就變空氣了 就龍空了 這時候呢 你在把你要的 HICMP磨給填進去 這時候下一個倒楣的人是誰 就是磨墨的人了 因為他會填進去 填進去不是問題 問題是他填的這個地方叫做Gate 而我們MIRSI在縮小了 就是通道程度不斷地在縮小 這個洞非常的小 而他要能夠填進去 而在填洞都很害怕什麼 害怕StackHard會有Moyer出現 Moyer一形成就沒辦法填了 那你的Gate就變成AirGate了 你就變成AirGate 變空氣炸擊了 所以填洞就很小 這個洞很小 這個洞大概只有20個耐寧的寬度而已 很小很小 這個洞很小 要填進去 所以這時候呢 一個化石帶的發行就出現了 就是我們 在CDE最後講到的 Atomic layer position LD系統就出現了 很貴 速度很慢 但不得已 因為洞太小了 你真的只能一層一個原子層一個原子層的疊上去 否則一不小心這個洞就被放住了 就完蛋了 所以這時候就拿LD來用了 所以這時候LD就搬上了歷史的舞台 終於出來了 好 所以LD原子層已經開始成績所謂的 所以當你只要看到圖 你只要看到 側臂的材料 跟底層的材料 是同一個材料 它就一定是心靈甜的 因為心靈甜的側臂才會有 就是所謂的State Coverage 所以 所以 所以一個TEM切下來 到底是先雜機製程 還是後雜機製程 判斷最簡單的就是什麼 側臂 如果是先雜機製程 那它就是一層的HIGHK 一層的METAL GATE 它就不會有所謂的側臂的METAL 跟側臂的HIGHK了 可是如果你看到側臂有HIGHK 側臂有METAL GATE 那它一定是後雜機製程 所以從 從材料的形狀 就可以判斷出它的製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NOVA很重要 在NOVA賣出METAL 最新製程技術的時候 各大公司就會去買台 送去切體驗 看一下人家怎麼做 然後再想辦法 台灣利用高超的創意 跟高超的日以基業 夜以基日 想辦法做出跟對方差不多的結果 就是參考人家 怎麼達到的 因為你在NOVA可以買得到 所以它就代表黑亮產 能量產能賣 能量產能賣 這是玩笑話 但是真的 有一家有公司 就是專門做這種 叫做 這叫做什麼技術啊 就是 逐程幫你解剖 這叫做什麼 逆工程 逆 逆 逆向工程 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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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是從最上的一層 材料慢慢播 可以推到出原始是怎麼做的 它一層一層材料播 一層播一層播一層 播一層 它告訴你這是什麼東西 有人都是專門在做這種事情 然後專門變成一個資料夾 高價賣出 幫你剖析 它是什麼 就好像有人吃了 吃了一個蛋倒飯 它可以逆推回去 它最後一套步驟是什麼 它慢慢推 推回它一開始怎麼做 好 所以你會看到 HIGH K層積 METAL GATE層積 但是N跟P必須需要的是不同的METAL GATE 所以又會在METAL的地方呢 P會疊P的METAL N會想疊N的METAL 然後呢 等決定波方學METAL填完之後呢 就要再塞進剩下的填充物的金屬 所以最後填完之後呢 又是一堆高高低低的金屬 然後這次又需要另外一個現E 磨掉孤出來的所有的金屬 存在這方面 所以扣渣機技術 非常考驗CMP CMP 因為你一直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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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最後呢 要把模型 磨斷 露出來 這樣子 所以這步驟呢 CMP又很重要 CMP又很重要 所以你看 CMP從0.25 STI的5台 什麼時候又被人家高度重視呢 還可以沒有OK的時候 又被高度的重視CMP 但CMP有CMP的股狀 我很苦 寶寶苦但寶寶不說 他會有讓股狀什麼 CMP的原理是什麼 我們之前講過 就很像沙子 我冬一刻那種巨木 我要拿沙子去磨 同一片沙子 新的時候磨 跟他去磨完一個東西 再磨第二個的時候 效果會一樣嗎 這種損耗性的東西 所以他變成你要好好的控制 磨的每一片效果都要一樣 然後來跟老闆講 我每一天都要拿一個新的沙子來磨嗎 他說哇你太大費了吧 但是成本很高 所以自己要控制 每磨多少片 就要換一個那個磨的東西 然後這在CMP下禮拜的影片會介紹到 還沒有拍 下禮拜會拍 拍完之後會放到網上大家來看 會有那個slurry跟它上面磨的那個東西 scrape 那個線磨的東西 那線磨的東西是每磨一段時間你就要換 因為原理就像剛剛講的嘛 就像沙子在磨的東西一樣 他磨了第一塊之後呢 再去磨第二個 他的效能就差很多了 各況這個等級 你凹低了就會你知道這樣嗎 你如果多磨了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雜吉這個地方如果磨的深度 磨的太多會發生什麼事情 磨的太少了會有連接線 沒有磨斷 會短路 磨太多呢 Gate會變矮 Gate變矮呢 訊號在走的時候呢 Gate是有電阻的 他是有電阻 尤其是高頻電路 訊號在雜七這邊流動的時候呢 他的速度就會變慢 你的高頻特性會有影響 因為電訊號在Gate在那邊傳輸的時候 那Gate的導電率就很重要 你把Gate磨得太矮 導電率就會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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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求很嚴格 你不可以磨太多 磨太少也不行 可是你又知道這個東西呢 每磨一次 他磨的功能跟效率就會變差 所以就要控制好 什麼時候要換 你換得太平白 因為會被罵 花太多錢 所以就只好怎樣呢 再拿出台灣人日以繼夜 夜以昔日的精神 想辦法找出符合老闆 扣斯當的技術 磨掉它 所以 這時候呢 整個工程師 跟原件工程師 非常的困擾 是因為 需要不同的隨修 他們需要不同的金屬 來調變各自的磨坡 因為傳統 使用的是 N plus polygain N plus polygain 只有4左右 P plus polygain 有5左右 大概5-0-2 P大概4-4-1 所以需要的Metal也需要不同的Metal 可是這時候就來了 你在填的時候 你可以在填N的時候 你可以說 你P標填喔 沒有辦法 因為你看 我們在挖洞的時候 洞是同時挖出來的 洞是同時挖出來的 所以在疊不破的時候呢 兩個會一起填 兩個會一起填 所以看到 你要在填這個綠色的時候 實際上 N也會被填到 可是呢 要填這個橘色的時候 就必須先把 N這邊綠色的部分 先10顆掉 才能填橘色 所以這時候又為難了 10顆都能吃 你只能10顆掉綠色 但不要給我賞到下面的黃色 就會開真貴格 下面的黃色 他要負責露電流耶 可是在10顆的時候 只要有一傷到 我品質一傷到 你露電流耶 就會開始增加了 所以 人跟人之間 很容易發生吵架 老闆出來叫我媽 我趕快給他看 他傷到我了 我露電是他傷到的 因為沒有做10顆步驟的時候 我露電是好的 做了10顆步驟之後 我露電變大了 所以我可以證明 不是我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然後另外就說 可是我不這樣子10顆 10顆不掉 怎麼辦 處長在哪裡 出來 然後就問怎麼辦 好 很精細 好 這就是 HIGH KEN ROOGAY是一個分水嶺 HIGH KEN ROOGAY是一個分水嶺 好 我們 HIGH KEN ROOGAY是在 今天講到線路結束嗎 後面講的很多 後面講的很多 很快七八糟的基本 好 我們下次再把後面 再去介紹 所以我們現在 1月3號的時候 好期末好 好注意 1月3號 好 好我們下一個要去上課 不要忘 好 那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要視乎他 好送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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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